莉莉 诶 陈希哥 你怎么来了 莉莉 快跟我走 去哪里啊 我饭还没有吃完 来不去给你解释了 饭就不要吃了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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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 陈希哥 她是你女朋友吗 好漂亮哦 莉莉 你误会了 这是我助理 哦 这样啊 远总 这是哪里啊 怎么还有这么坡的地方 这个女人是谁啊 穿这么坡的 莉莉 你等我一下 小姐 你给我出来去 过来 你刚才怎么说话呢 陈总 怎么带我来这个沙里啊 我身上到处都被蚊子咬了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她是我被很专的朋友 你下次说话注意点 不用您管 去车上 莉莉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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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希哥 你这么着急带我走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哎呀 真的来不去给你解释了 走了 走 走 走 我等一下再给你解释 好吧 陈总 她身上这么脏 怎么做我们的车也 要不然让她坐后备箱吧 我刚怎么跟你交代的 去开车 陈希哥 要不我还是坐喝备箱吧 这说什么话呀 上车 妈 我给你关门 我身上太脏了 没事 走 上车 陈希哥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好 好 陈希哥 哎 这里是哪里呀 好漂亮哦 这里是商场啊 啊 你带我来商店这里来干嘛呀 啊 今天是来帮我女朋友挑衣服的 但是 我不知道我女朋友 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 我看你身材跟她差不多 想让你帮我挑一挑 啊 陈希哥 嗯 你有女朋友了呀 对呀 我有了 嗯 怎么了 那你还是自己去吧 哎呀 你就拜托啊 你就帮我挑一挑嘛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那行吧 那谢谢你啊 那走吧 我们去前面吧 走 琳琳 哎 之前路过这一家店 我觉得这里面的衣服 都挺好看的 我们去里面看一看吧 好 嗯 走 琳琳 你看这边的衣服好看吗 陈希哥 嗯 我眼光不太好 我不知道我选的 你女朋友会不会喜欢呀 当然会喜欢的呀 你眼光肯定是不会差的 啊 你帮我挑一挑嘛 那好吧 嗯 陈希哥 嗯 你看这一件好看吗 哎呦 这一份挺好看的哦 眼光不错嘛 琳琳 你可以把这衣服拿去试一试哦 我身上太脏了 会不会把这衣服搞脏呀 怎么会 你可以去试一下的 小阳 带您去试一下衣服啊 好 琳琳 你跟小阳去试一下衣服啊 嗯 哎等一下 我看这件衣服也挺好看的 小阳拿过去一起试一下 嗯 嗯 陈希哥 嗯 嗯 这件衣服我穿的合适 你说好看吗 我 不知道你女朋友穿的合不合适 真合适 非常好看的 不好看 这么好看的衣服穿在你的身上就像一堂货 琳琳 你去把那衣服也试一下啊 啊 你去试一下 小阳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啊 我不是跟你讲的吗 她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你要是站了这么不尊重的话 那你明天就不要来了啊 知道了陈总 怎么样 把这个给琳琳送过去 啊 就这样吧 你就像野火的生命 她那个衣服好看吗 哇 这就太适合你了啊 琳琳 那我去回家来给你女朋友打包吧 哎 你等一下 这一个就是给你买的啊 啊 你不是说给你女朋友买的吗 对啊 你就是我的女性朋友啊 女朋友和女性朋友是不一样的 陈希哥 没事啊 就是给你买的啊 琳琳 那我不要了 这件是好贵的八百多块钱 没事的啊 琳琳 我就让助理去给你买单了 啊 我们就收着 你就穿着吧 真的特别漂亮 妈 谢谢你 陈希哥 哎呀 琳琳 穿了这么久的衣服了 你应该也累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啊 好 走 我们走吧 谁啊 把东西提着 没事的 陈希哥我自己来就好了 没事 让他提 走吧 这边 琳琳 来 陈希哥 送你夏天的第一杯奶茶 谢谢你啊 陈希哥 哎呀 不用谢了啊 太客气了你 新链让你破费了 给我买这么贵的衣服 从来都没有人 像你对我这么好过 没事的 琳琳 也许你我的相遇 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吧 嗯 这就叫缘分 我能和你相遇呢 我也非常的幸运 啊 谢谢你啊 陈希哥 哎 没有了 哎 琳琳 你最近说的变胖的呀 啊 我看一下好像是变胖的哦 真的吗 陈希哥 嗯 真的 在我心里的重量 变重了呢 啊 你说说这个呀 嗯 我还以为我真的胖 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 只为你清醒 陈希哥 哎 今天谢谢你啊 啊 这是我第一次 观这么高端的三场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灵灵 你怎么又谢我了呀 你知道吗 现在有二十万全国各地的 姐姐阿姨们 都在关注你 都很关心你的哦 啊 这么多吗 陈希哥 嗯 是的呀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你 琳琳 非常的善良 努力 还非常的朴实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了 那 谢谢姐姐阿姨们的喜欢 所以 琳琳 你要努力的改变自己 不要再回到以前的生活了啊 加油 琳琳 你是最棒的 哈哈 今天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好 嗯 走吧 晨晨晨哥 嗯 明天你还会来看我吗 嗯 嗯